原因,報道說日本設定積落侵犯領空降無連機 澳洲三港美術的控制,昂南港議事進入緊急狀態 各位,繼續有香港電視網絡的員工和生活的市民 流口政府總部,香港以美國發展費電視牌制 更會受要求政府出席之外,照顧原因 香港電視網絡員工和生活的市民 控制留守之後,過分人早上繼續在政府總部 表達對慰言接行照的訴求 共會要求政府七日之外交助血血發牌的原因 但小事不會沉舌的留守在政總 即上是我一定要堅持,但未必要留守 總之一個禮拜一個月,因為這個是很尷尬的 但無論如何,我們不會就這樣就算做 所以,我們一定要政府出來,加密貼紙 剪輯的行業 首次要研究會議,他們的方式在政府總部 外面通宵留守,去到聖宵行政會議開會的時候 再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成員表達公會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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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被人說如何,你挨騎68 哪3 去巡視訊科技節目緩略會 以來推引動情力及特權法 依求政府公開新法典費電視牌交界就班旅行 屬於每一代每一個香港人 西間最美麗的海港 幾年來舉得一日比一日更決定 多得大家支持污染者自助 令污水處理服務能夠自續改善 為了繼續保護海港和河流 我們希望您的參與和支持 落實下一階段的政法海港幣華豐哥 我們現在見一步 就去將這個逼得程序 這個證實傳言而是真確的 我見到政府有發聲明出來 否認這些是行政會議文件 但是我很恐怕行政當局所用的邏輯 只不過是白馬飛馬 就是說這支所用途的資料 並非一層完整的行政會議文件 只是裏面部分 因為行政機關的語言 就實在太厲害了 即使在事務委員會通過動議 亦都要再提交大會確認 但何舟樓說一向有慣例 在事務委員會通過的動議 會一般都不會否決 而在立法會有七調的經文聯 就說暫時未決定會不會支持 昨日議文的訴求是很清楚的 政府一定要回應 我們說 對好選擇權等等 和質素都是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政府應該藉這個契機 對解釋清楚 幫出的理據 他說如果政府不能夠拿出理據 而社會仍然有聲音的話 他們到時就一定會不會支持 無知電視機就在黃飛行報道 其他調職 一個迫子司機因為偷乘客的物品 被懷額25日後被判禁殺12個月 被告是50歲的迫子司機 洪蘇文有男生聽這問題 早前承認行動秩序 任成指他去年9月在天山水廣東道 接著一對名香港旅行的內定福庫去旺角 其中四個物品採訪在車列箱後審車 被告在車尾公事主政令行李期間 拿走了一隻價值13萬人民的手錶 和一對BB樑鞋 報告在警戒之下曾經偷了手錶 之後將手錶交給另一個人 警方之後起了一隻手錶 但沒有辦法運回BB樑鞋 被告已經向事主賠了1850元 被告去年曾經因爲藍州車司和告知等罪 被判社會服務令和罰款 裁判官說可慮到被告認罪 之前還約9月15日 受到駕駛有警惕作用 判他感染12個月 無事電視機者臨出已報道 昨日關係持續緊張之際 日本政府拘捕 他正會接落核心領口領空的無警機 貿易之後解放軍事機 共同時報道 日本政府已經基本決定有關 侵犯領空無人機的應對方箱 將會採取同坐人機三同隔層制措施 包括將射擊擊落 報道引述日本政府官員消息 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已經聽取防衛大臣小夜市 5點的報告 亦表示同意 日本史中國軍方的無人機 上個月9日曾經飛入釣魚台附近上空 據說中國開發緊的無人機 搭載高性能相機和雷達 可以和坐人機一樣識別警告 報告又指日本政府認為怎樣應對搭載核武和軍閥武器等等的無人機 依然是一個問題 會繼續就問題進行討論 另外共同社有報告 安倍晉三設立的專家表組 報告作為外交同安全政策的國家安全保證戰略 概要內容 概要說共事應對海洋、太空和網絡威脅 代表是中國加強日美同盟關係 改變亞太地區有安全環境 又呼籲日本應該提高收集訊息能力 卻要又對中國確診以及北韓發展核武表示擔憂 安倍晉三今日出席專家小組會議決定最終卻要內容 終於12月在國會通過 不過當國在野港出議 安倍提出了外交同安全政策 是否企圖畏格在示威權解禁 更加表明會在國會裏向安倍提出質詢 從事件事記者同家晚報道 到第二方面 日本福島核電站到達報警影響 可能有輻射污水進入大海 福島核電站內二十三組全放輻射污水的儲存方案內 都有三十厘米高價位置 防止滲漏在輻射污水內市 受到近日風暴緩快離部雨影響 有十二個遺體發福射污水入過遺體 可能經排水管流入太平洋 曾經電力公司說會調查洩漏的數量 同方性物質降行動 令江湖監控污水全光 到前面三一一大地震和引發更海峽破壞 北渡核電站已多次因為降雨等原因 洩漏和排降福射污水到海一面 雖然公司說洩漏數量和污染程度 並未挑出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有關規定 但由於是意外洩漏 不是有計劃洩漏 情況令人關注 另外日本有輿論認為 當電網公布洩漏渦水的詳細數據 低調了輻射的人體的影響 並且都是在傳媒接發後才對外公布 則已是故意隱瞞 改革雖然已經軟離日本 但三個地區仍然受到偉核更外圍主大影響 其中醫痘大有個部院預測會持續至星期一 可能人發生而傾斥 當局發出通知 卻擁有2200個居民疏散 週末期間已有近1000人 到附近學校和體的管閃避 東北醫院在疏散項目內 要出動自衛隊遮擊 將所有住院病人轉移至首都東京教醫院 委託已造成日本最少27人死亡 19人失蹤 其中大部分死者都住在這個大島 如致電視訊登場接個答案 由於氣象號規預測未來幾天 希望上升和更加光燥 光線亦都會加強 但火海直升營附近60個城鎮 對曝曝曝風雨居民要提高警覺 必要時可能要強制疏散 現在是實際的確考驗 並沒有变得逐測 我們繼續看見 一部很責任 非常判斷、很判斷、非常控制的社群 還有協調的提供 framing decision 我認為不有所謂的消防員 搭配到新南部 獲勤交換 上星期一開始的山火 市場已墜月小萬公屬藍木 以及200多個房屋 其中南山地區火勢最嚴重 發布已宣布新南威爾市進入緊急狀態 不過報章攝影師在社交網站上載圖片 展示已奮力撲救冬日的消防員 在火場旁邊受備休息的情況 吸引幾百萬人瀏覽 並向消防員致意 除了新南威爾市外 高西全國三國州受到高速和高溫影響 都有嚴重發火 江湖西部和北部火勢都非常滿意 在這裏寫著新聞報道 美國財長捷克羅說 政府的暴停運和財務委員的危機 都對美國的經濟造成影響 但它由現身會促躍 不過受警告不能再出現新一輪 政黨征服勢推向邊緣的危機 捷克羅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 一開始就敢連用更期的場地感覺 在這裏寫著美國的經濟危機 而不是美國的經濟危機 幾乎老成的美國全方政府 剛剛經歷十六天局部停運 和債務委員危機 是源自黨派政治爭執 而這一場政治危機更加信 美國推向來見邊緣 它說這些影響目前南威爾量化 但有信心美國經濟可以復原 現在我們是一個維持的經濟 我相信我們的經濟可以回復 美國人們都在努力 都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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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的 共產黨致酷 bureordum 和美國及後 更新認識 英國審議前 批准 監表示 並受政府預算和純赤等問題展開談判 12月中媒提交報告 以避免出現年初再出現政府平穩 但兩黨分歧仍然嚴重 表情談判會非常艱鉅 同志 Ms. Gaijia 都走在那裡 加勒雅雷文說 吉利亞問題第二次國政會議 預定下個月底在日落雅召開 而吉利亞則繼續有努力襲擊 在吉利亞中部卡馬 武裝分子用貨車窗再貼貨一噴散藥 然後引爆 爆炸時剛好有一艘渾游車經過 引發連串爆炸 造成最少40多人死亡 總部在英國教聚利亞人權組織說 襲擊是一個與那爾蓋達友聯繫 教武裝組織策畫 網上全面現場顯示 上星期六 反對派母裝分子在首都大馬士特市街 用炸彈襲擊政府關於國警察 國際社會繼續滑船 接觸持續兩年紀教聚利亞暴力衝突 阿拉伯聯盟秘書長阿拉比 在外國開羅亞盟總部會見 聚利亞暴力基督 布拉希米之後 雖然很多問題還未解決 但聚利亞內置必須順快結束 計劃11月底舉行冰湯 而多時交聚利亞問題第二次日曼亞會議 不過布拉希米就說 會議必須有聚利亞反對派參與 否則效果成異 另外現在還未能確定開會一席 在反對派聯盟任意舉足輕重的 聚利亞全國改聯會已經表明 對巴巴爾政權沒有信心 不會參加會議 反對派聯盟下個月初 會在土耳其召開會議 決定監獄會 聚利亞政府對參加日曼亞會議也不積極 但是強調不會和他們形容為恐怖分子 就反對派會 網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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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現在傳出 國家機數ầu 234801點 現在141點 感谢观看